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6月15日 上台解封的第15天 也是我们公司每个月的发新日 之前因为疫情封控 4、5月份两个月的薪水 一直是处于延期发放的状态 那今天公司发了4月份的薪水 5月份继续延期 而且不出所料 4月份的工资也打了很大一部分折扣 前面两个月疫情封控期间 一些硬环的贷款 银行也提供了延期还款服务 累积到这个月 一系列的贷款加上房租 以及乱七八糟的生活支出 确实把人压得抬不起头 作为一个在上海打工的互漂 我所面临的处定 同样是很多异乡人正在遭遇的状况 但话说回来 员工有员工的难处 企业也同样有企业的宣处 自从6月1日上海宣布解放复工以来 关于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的负面消息 愈演愈烈 现金流短缺也导致了很多企业 不得已做出检员 降薪 甚至是倒闭解体的决策 最近很多人迫于经济压力 不堪重处选择了离开上海 在6月份 这个年中旬的事件 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但回家真的能从根本性上解决问题吗 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解决关 无论在哪座城市 我们终究是需要生存的 除非你的立场和需求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否则面临的压力 并不会因为落脚点的更换而消失 走到哪里 它都会如影随形 无论怎样生活还是要继续 给自己一个微笑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加油 同事人